大家好,我是香噴噴的主廚,想吃鳳 我是最重要的小猫手,小廚艾燈 趕快來看一下,我們不知道 請問一下,就是我們主廚的食物以外呢 我們還可以怎麼做才能夠讓寶寶更容易接受副食品 雖然現在寶寶媽媽煩惱這麼多啊 沒錯,因為任何微小的細節都會讓寶寶媽很擔心的 尤其是吃飯的問題 那我們趕快來聽專家怎麼讓小寶寶接受副食品 除了在食物的種類上去觀察孩子喜好之外 我們做爸媽們呢,其實最重要的是可以製造歡樂快樂的吃飯的氣氛 所以餵食的時候不要愁眉苦臉,也不要強迫孩子張開嘴巴 應該是以很自由、開放,而且愉快的心情 去面對孩子享受固體食物的這段過程 又到了我們最喜歡的,這個料理時間 愛姐,看看這是什麼魚 這是鱈魚,我超喜歡一隻鱈魚的啊 我也喜歡吃鱈魚耶,因為鱈魚軟軟的,很好入口 而且它裡面有很多豐富的營養,你知道有什麼嗎? 現在怎麼做你就不知道了 沒關係,那我們請專業的營養師來告訴你 鱈魚裡面有什麼營養吧? 鱈魚呢,是一種深海的魚類 它富含所有我們人體所必須的脂肪酸 像是EPA跟DHA,這些呢,都可以幫助我們的腦力啊 發展、發育跟成長 原來鱈魚真的可以讓人家變聰明耶 當然囉,所以今天啊,我們就要讓我們的頭腦來好好的補一下 今天要來做好吃的鱈魚料理的老師是哪一位呢? 這位老師是有療癒魔法的團團老師 讓我們一起來歡迎團團老師 歡迎團團老師 香師父愛子好,大家好,我是團團老師 團團老師真的有一種療癒心靈的感覺 可是今天要讓我們頭好公眾耶 對啊,今天要介紹香師父跟愛子 讓我的恩家可以長高長壯的一個很好吃的料理喔 哦,真的嗎?大哥在教我們 我也很想要長高又長壯 到底是什麼料理? 我們今天要來做鱈魚豆腐 哇,你整個好可口耶 好,來,大廚師 請上菜 老師,我們今天需要哪些食材呢? 好,今天要做的食材呢 有芹菜,蔥,豆腐,醬油,黑醋,糖水 然後再來呢,還有我們 我們的這個麻油,胡椒,鹽巴,雪魚 跟包廂用的薑跟大蒜 平常就很中國式的料理 是的,不錯喔 那我們要怎麼做呢? 首先呢,我們就從鱈魚的部分開始 嗯 那我們要先把雪魚抹當一層薄薄的鹽巴 待會要去微波 好,包包在 對 哦,是,那我們平常如果去買這種雪魚 要怎麼看才知道它是新鮮的 是啊,因為雪魚是深海魚嘛 它比較大 所以你在市場看到的時候呢 都不會像一般的那種烏鍋魚 你還可以看到它的眼睛 看到它的膝 來判斷它新不新鮮 嗯 所以呢,一般來講是從肉質開始來看 肉質 對,肉質第一個要有彈性 有光澤 這個最好是比較白一點的 對,顏色太濁的話 基本上就不新鮮了 再來一個是呢 因為深海的魚呢 有時候冷凍期過久也不新鮮 所以盡量買 嗯 不是冷凍狀態的雪魚會比較好 所以就是看 沒有冷凍 然後呢 顏色比較白 然後肉質比較有彈性 彈性的 沒錯 然後這張我寫起來 是的 老師,我的眼膜好了 那我們再放一點點胡椒 對,均勻的撒在這個魚的表面上 然後呢 因為魚呢 多少都會有一點腥味 所以一般來講 我們會放一點點的薑片 薑可以去腥 對 薑跟蔥都有去腥的功能 哦 糊一些些 在上面 好 然後我們可以拿出一顆囉 那老師,我們可以用煎的嗎 哦 這道菜呢 因為基本上我們等會還不再 要把豆腐跟魚一起拌炒嗎 嗯 要吸收那個味道 所以用蒸的方式是比較好的 那再來一個是呢 其實我們現在都強調少鹽少油的料理 然後用蒸的方式呢 也比用煎的方式更健康 哦 所以現在都提侧 少油少鹽多健康 沒錯 而且少用油 就沒有油炸 也不會有油煙 是啊 就不會吃到壞油 對 不會吃到壞油 對,不會吃到不好的東西 非常好啊 接下來那我們就開始來切豆腐了 嗯 哇 豆腐完全可以表現出一個廚師的刀工 薛老師,有厲害嗎 有厲害哦 好,太好了 好,那再麻煩那個香師傅 嗯 幫我切點蔥花 沒問題 沒有芹菜末 蔥花跟芹菜末 哇 是我拿手的 好,把它稍微切成塊之後 就來起熱鍋 對啊 有不拿手嗎 也沒那麼拿手啦 就是想說表現出一些氣勢來 好 老師 老師 那妳平常做啊 有什麼自己的拿手菜嗎 因為小朋友都很不愛吃蔬菜 你知道嗎 對啊 真的 所以啊,我很喜歡研究那種 把蔬菜藏在料理裡頭的 的 食物 對,食物 然後那個小朋友呢 就會不知不覺的 把這些營養的蔬菜吃下去 比方說 番茄風味雞腿啊 嗯 比方說菠菜炒蛋啊 對啊 比方說這種 好吃的鹹派啊 那都是我最喜歡做的拿手料理 好厲害喔 他把這種 大家 小朋友愛吃的 然後把不喜歡吃的加個麵 包起來 對 然後妳就不會發現 就成了那個多的營養 對,沒錯 就只要這樣用片的 好幸福啊 當媽媽 不是 是用智慧 智舉 對不對 說話 所以以前 老師妳就是做這一道 鱈魚豆腐 給妳的小麵 對啊 這道鱈魚豆腐呢 第一個 它是很棒的這個 便當菜 便當菜 對 因為 你把鱈魚豆腐拌在飯裡頭 第一個 那個菜色 顏色很漂亮 然後第二個 跟飯很搭 一下子就吃光光了 而且就是兩個 好感覺滑滑嫩嫩的 對啊,沒錯 哇 好 那我們就簡單的爆個香 OK 請孩子幫我把這個 醬油 醬油嗎 對 醬油 然後糖 嗯 糖 這個很好 好 都加進去嗎 對,都先幫我夾進來 一起夾進來 沒有問題 再加米酒是變得乾杯的 對 哈哈哈哈 不賴喔 好香噴噴 好香噴噴 再加一點點黑醋 黑醋 對 好 這樣這個時候呢 把香味出來了 我們就可以把豆腐倒下去了 對 把豆腐倒進去 把豆腐稍微 哇 醬油的味道 沒辦法 好光神耶 真的 對啊 稍微讓它煤一下 讓香糖的味道 煤到豆腐味頭 嗯 等會那個味道會更好 要喝一下 對 入味一下 魚也微波好了 哇 好 把皮去掉 皮去掉 會把骨頭削掉 加在這裡 好香噴 邊挑邊肚子餓的感覺 對啊 而且啊 有些小朋友不敢吃魚 他不會看到那個魚皮 也不會害怕 是 但其他的就把它弄 你把它弄成一小塊 它就是一次一口 一次一口 對 那就是一口的大小 對 這是很棒的一個小朋友 對 又營養又健康 所以容易入口 而且小朋友吃的時候 就不會有 有魚刺 對 不用擔心魚刺 愛子好能幹喔 真的 愛子越來越有才華了 沒有啦 感覺可以嫁人 為什麼 那媽媽應該睡不著吧 好 好 差不多 差不多之後呢 就把魚肉 很快的 跟剛剛的這個豆腐 很快的拌炒一下 哇 哇 顏色好漂亮喔 對啊 我們真的要小心翼翼的 因為都是很軟的 對 我們來QQ的東西 這個就不能太大力去攪拌它對不對 對啊 焖一下下 可是 主要是這樣的色澤會比較漂亮 稍微再焖一下下 再焖一下下 好 嗯 哇 好 我們已經大概煮了五分鐘 差不多都入味了嘛 顏色都變好漂亮 對啊 然後起鍋前呢 我們就簡單的 倒一點點麻油 麻油 對 就為了它的香氣 嗯 然後一點點 胡椒 對 麻油加上去香氣都跑出來了 對啊 這樣子 稍微拌一下 顏色真的要亮亮 亮亮 好 嗯 我們拿這個漂亮盤子 對 好 把盤子增上去之後呢 顏色好漂亮 你看看我們知道嗎 對 這樣到 比較漂亮 哇 哇 哇 我曾經吃一口 呵呵 這個感覺要先幫我們準備三碗 白粉 對 你就可以很下飯 好 嗯 我們在上面 打一點點桑花 現在裝飾 這個是芹菜末 還先加一點芹菜末 再加一點蔥花 顏色就變漂亮了 對 甜色 好 完成了 這個感覺很像是餐廳的料理耶 超簡單對不對 超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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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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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有好吃的料理 這道料理 這道料理 叫做什麼 鱈魚豆腐 完成了 哇 香噴噴的 這道水魚豆腐呢 其實它不含豐富的蛋白質 必須的脂肪酸 還有鈣質 對我們人體來講 其實都可以增強我們的體力 跟免疫力的部分 另外呢 使用豆腐的部分 它其實是不含膽固醇的 所以對我們的心血管 都有一些保護的作用 所以這道水魚豆腐呢 是一道可以非常健康 推薦給大家食用的料理 開動 開動 哇 這道菜一看來 就很不錯 有口水小 趕快吃一口 開動囉 嗯 嗯 鱈魚好甜喔 豆腐好滑嫩喔 這是因為啊 豆腐是富含鈣質的食物 可是如果單煮豆腐的話 鈣質的吸收會降低 可是魚跟豆腐 如果一起煮的話呢 會提高鈣質的吸收率二十倍 這就是為什麼這道鱈魚豆腐啊 可以讓小朋友長高長壯 對 所以我們只要吃了魚油 裡面有維生素 第一天移出豆腐裡面的鈣質 提升吸收率 就把鈣質進去 就會長高又長壯 沒錯 對 愛子多吃點 愛子要多吃點 可是我都吃這一道啊 兩個都好滑嫩喔 有一種 水魚豆腐 吃魚 S 魚豆腐 早撒不清楚 今天都好嫩喔 對呀 最重要的是 感覺這個噗在那個飯上面 一定非常 非常 常 感谢观看